Yo 各位香香男大家好 我是矮伦先生 又回來啦 今天就要延續上一集的 介紹夜店跑趴的香水 那這一次是女生版本的 女生朋友們接下來看仔細啦 那今天女香的排行榜的話 跟男香是一樣的一樣都有七名 那我相信因為女生她們用香水的習慣 可能比男生要廣泛一點點 比較普遍一點 所以我覺得呢 我會裡面參雜一些比較特殊 比較少見的幾款香水 給大家做介紹 首先是第七名 是來自Elizabeth的Girl of Now Shine 它有兩個版本喔 一個是原版是Girl of Now 然後這個的話是Shine的版本 它的味道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因為原版的味道實在是太濃厚了 那它就像是一個有點杏仁味的開心果 然後是一個塑膠感的甜味糖果美食調 我覺得它也有一點那種杏仁甜酒 杏仁酸酒的那種味道 所以我覺得它是適合那種 如果你今天去酒吧 你就沒有想說要喝那麼多酒 你可以用它來騙人家說 你已經喝了一點杏仁酸酒的那種感覺 就是來擋酒的 它就是一個比較活活可愛的那種少女感這樣子 接下來第六名 來自Panhelegan's的Clara 它是孔雀頭 那這次的話它是甜酒味的辛香調 它聞起來會有一種甜酒的玫瑰花錯覺 那它有點像是那種妖艷劍或強勢的女人 然後是那種會搶你的閨蜜的男朋友 然後再裝無辜的那種狠角色啦 接下來第五名的話 是來自Rossassi的Alba Vedad 它是阿拉伯文 所以可能念法我沒有很肯定 那它的話呢 是一種迷蒙型的花香調 它是一種 嗯...怎麼講 孤芳自賞型的香水 很像是一個出淤泥而不染的地瓜 那就是那種到夜店純喝酒純跳舞 然後它也是已經那種過了被叫阿姨 也不會生氣的那種年紀的感覺 接下來第四名是來自法國的品牌 Hans的Old Hans 這一支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有巴勒味的花香調 它就是像那種流水席的那種巴勒夾 就是... 一種很甜的巴勒味啊 那它的話呢 有一種像是 你去夜店就是來找 來調Sugar Daddy 來求照顧的那種型 然後就是凝爛物缺 姐今天一定就是要調到你的那種 就是要跟你回家的那種款 接下來第三名的話 是一個來自英國的品牌 但是它的品牌念法竟然是法文 叫做 Argent Pouvecasse 這一支的話呢 中文品牌的名字叫Miche 然後它其實... 欸... 給你看一下 它其實呢 也有出... 這算是一個... Diamond Dust Edition 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版 它其實聽說味道跟原版是一模一樣的 那就只是這一個的話 它就是... 平身設計跟原版的有點不一樣 然後它就裡面有加閃粉 我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它你現在看起來呢 它就是一個... 呃... 黃澄澄的感覺 但是你只要搖一搖 有看到嗎 它裡面就是一個... 閃粉啊 裡面是鑽石粉 然後它就是... 非常的... 很像那種以前星空酒有沒有 流行那種星空酒的那種感覺 那我噴出來給大家... 看一下 就是原本... 卡片是長這樣 我的四箱紙 在市面推薦一下 這是我自己做的... Aaron Freelance的四箱紙 你們長這樣 試試看 它噴在四箱紙上 就會有那種... 像閃粉的那種感覺 有沒有... 就是... 整個... 卡片都這樣亮亮的 在身上就會有那種高光的感覺 那這一支的話 它是色香型的花香調 它的話呢 有一種是溫柔體貼的感覺 可是它是一個性感辣妹 要不裸妝 要不就是煙燻妝 在它眼中就是... 麵包才是真谛 愛情什麼的都是屁 接下來第二名是來自 Eve Sonoran的 Black Opium 這一支的話相信很多女生都知道了 就是黑鴨片 它是香草咖啡味的甜味美食調 那它的話呢 很像是那種... 有點悶騷掛的 然後是有點自我感覺良好 覺得自己才是焦點 魅力無法擋的那種女生 那它的話 也很像是那種... 就是...有點... 裝嬌羞 就朋友在講18禁話題 它會那種... 嗯...不要啦... 不喜歡 但實際上那些對你來說 都只是開胃菜而已 第一名是來自 Norcissor de Rouge 這支之前在春夏Top10的香水 也有介紹過 它是一支... 有脂粉味的香水 那它的話很像是那種 極妖嬌、騷氣 然後溫柔婉約小女人 以及... 倔強個性於一生的一個女生 那它的話呢 嗯...就是來夜店 就是來解放生活壓力的 就是... 不管別人怎麼說 就是... 很愛自己 然後... 不顧他人眼光那種感覺 姐就是...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七款夜店型女生香水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找到自己喜歡 或者是想要嘗試的香水呢? 如果有的話也別忘了在留言板下面告訴我 也別忘了分享按讚 以及訂閱開啟追蹤小鈴鐺 以及... 配個你的好朋友 分享讓他們知道有更多更好的香水選擇唷 那我是萊文先生 下次再見囉 掰掰